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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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此刻好好纪念 别挥霍了时间 别辜负了时间 夜晚星星眨着眼 等着你许下一个圆 陪你看日落海边 我却只记得 你温柔的侧脸 有太多的未知 太多美好 在等着寻找 乘着阳光正好 微风不早 向明天奋跑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风光点 那些没说的语言 没拍的相片 全都一一实现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靠近点 每个难忘的瞬间 你都在身边 有你才完成了 夏天 嗯 师傅 最近云北开了一家 很火的竹林餐厅 要不一起去吃饭啊 明天好不容易休息 我想陪一下林伟 那后天呢 菲菲可能有空 你要不去找菲菲吧 你不是应该去大厦室家拿东西吗 哦 我现在去 淑月 我给你发了一家餐厅 最近云北很火的竹林餐厅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啊 不了吧 我还要工作 好 你是不是 是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不知不觉吧 爱情这个东西呢 真是玄学 你也看到了 我喜欢的男人 都爱着你 你真是我的可惜 淑月 她这个事太突然了 我也是最近才感觉到的 所以你也很苦恼 她毕竟是我的徒弟嘛 我就怕万一 就连朋友都做不成 咱们要不要结盟 算了 都结盟好多个人了 一点收益都没有 这条路还是放弃吧 你吓死我了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那 刚洗好的油桃 你尝一口 甜吗 嗯 那我给你换一个 哎 凌卫 我想知道 你对女朋友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比如说 不允许她跟其他男人 亲密接触啊 或者是 不允许她跟其他男人 多说话 你说淑月 你怎么像我肚子里的灰虫啊 嗯 我觉得 你有你的工作需求 你也需要你的空间 所以我不想给你太大压力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啊 我相信你 这么简单 我教你冥想吧 好啊 把两只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把心沉下去 把心沉下去 当然会吃醋 这就是惩罚 嗯 这个点 嗯 这个点 早上起来刚熬的 你尝尝 辛苦了啊 那个施言长得好辛苦 我先去喂他 师傅 起来吗 早啊 早 今天不是休息吗 你来这么早干吗 今天开会呢 主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看见小静村的系列视频 播得很好 反响很好 啊 目前我们的公众号 已经有六十多万粉丝了 也接到了商务 所以呢 我决定按单个视频 给大家发奖金 好啊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我给大家印了名片 这个呢是样品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商务总监 静总 我有名片了 我有名片了 艺人总监加摄影指导 丁总 哎呀 我赶紧要静娜 给我买个名片夹 还有艺人总监 加宣传总监 李总 哎呀 哎呀 叫静娜给我烧到职业妆 要紫色的 哇 切红 你穿紫的不好看 你二十八戟 你穿绿显白 哎呦 我要紫色的 行政总监 王总 哎呀 妈 连我都不追啊 哎 哎 那 灵威咋还没有啊 哎呀 董事长嫌得住我 不用名片 就是啊 就是就是 不要 不要 我说两句啊 既然咱们公司已经成立了 就一定要有一个规章制度 对不对 对 我首先呢 做一个自我检讨 我不应该在每次开会的时候 都打对苏主的说话 全民夺主这样非常不好 所以我以后 一定要严格遵守会计纪律 嗯 对对对 与苏总马首是这样的 坚决遵守 苏总啊 值得还打了 你说啥是啥 我们积极配合 积极配合 还有第三件事情 就是我们本季度 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公司呢 受邀参加新药网红盛典 就在下周五 那个 我家好几亩地的草还没拔呢 我没时间 你代表我们去就行了啊 那个那个西部室的架子也该大了 我家有个小鸡 我先走啊 周五男人记着我 我去不好啊 不是说我指哪打哪 说你指啥的吗 我去啊 你去 你不是不喜欢参加英仇吗 陪你又不算英仇 菲菲 那个 项目分成我给你算出来了 你呢 按照这个给他们发工资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以后 可以建个模型 按项目的类型 收入构成 翻成笔 打住 现在建模是不是有点早啊 不早 谋略 不在先 略在后 我再帮你谋深远呢 多谢你了 对了 这个是我做的明天样品 以后呢 你就是我们小时光的财务总监了 这恐怕是个闲职吧 对了 书月怎么今天没来 他送完那个邀请函 他就回去了 邀请函 对了 那个新药网红圣节 你要不要参加 我 算了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喜欢这种场合 那我还是去找书月会合好了 我去啊 我怎么不去啦 靳总 你要的衣服我帮你拿来了 拿下来吗 我 想不想帮我拿一下 靳总 靳总 还叫我靳总呢 你的衣服我给你放这儿啊 对 这两套衣服其中一套是给你买的 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给我买的 你怎么知道我尺码 所有员工的尺码都知道 你笑什么呢 这件衣服好像跟我也不太搭盖啊 而且我也没有机会穿 谢谢啊 等一下 你别说了 机会呢 马上就有了 有个网红大会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 我 我陪你去 那不然呢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以工作的身份陪我去 要么以女朋友的身份陪我去 行了 你就陪我去吧 你在我身边呢 我能踏实一点 这么重视啊 这也不要你的风格啊 明天我穿黑色的 你也穿黑色 干什么呀 是不是想穿机官宣啊 跟我们的关系 还是低调点比较好 干吗 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啊 我堂堂六十万粉丝的大兵 我怎么配不上你啊 要说也是我配不上您 你是在接梗吗 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 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 白白 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好闺蜜白软 这个呢是我的财务总监 你好 罗伯伯 你好 白软 你不是不喜欢来这种场合的吗 没办法呀 我现在呢 就是被上司支配的工具人 那你要不要 考虑一下回校时光啊 这个问题呢 以后再说 你看看 谁来了 好美 以后不许再这么穿了 我看你不是来陪我的 你是来盯着我的吧 谁让淑月也来 你现在吃醋吃得好吃吧 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贪嗔痴 也是一种修行 这不是杀狗吗 凶爱死得快啊 呸呸呸 不许诅咒我们 那你迟早地为我一天 也得谈恋爱吧 咱们先进城吧 你们先进去吧 我得等我上司 林总 好久不见 最近忙啥呢 那边可以好多老朋友在等 咋过去累了 你去吧 走走 素素啊 因为为了你啊 还真的是什么都愿意去做呢 一般这种场合 她以前都不会来的 她对你真好 这个看起来不错 呦 素素也来了 真是重量级嘉宾啊 今天是来领奖的吗 谢谢你的于如意啊 但是我看你最近过得不大如意啊 每天发乡村生活 你这个人呢 就有一个优点 无私 舍得分享自己的痛苦 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谢 你这个人是不是没有什么朋友啊 你天天扒着我的朋友圈看干吗呢 你朋友倒是多 个个来自大山 山的女儿啊 你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呼应我给你啪眼睛啊 你没啪眼睛啊 我给你赔一个行不行 这本很贵的 你赔得起吗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赔不起 不就一个包嘛 拿去养护一下不就行了 倒不是包的问题 这不同身份的人 就不应该出现在同一场合里 你们不就是担心自己的粉丝少 在这里抱团取暖吗 我有三千万粉丝还不够 那你得有多少粉丝才能这么牛啊 得上亿吧 对啊 不好意思啊 你们是 我叫春花花 这是我老公牛芳芳 我看过你们的报道 对不起 没人出来 我俩平时拍视频也不收拾 就是专门收拾一下 对 还被人嫌弃了 早知道就不穿这西装了 不 我觉得挺好的 你管别人说什么的 认识你们很荣幸 我也一直看你们的视频 很喜欢你们 那个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 一会加个微信啊 好 好 干杯 好 师傅 小薇薇 我好 你不instant的 不hait 莫介先生 乔月 还今天 你今天这么打扮我都没认出来 你今天也 很好可以 对了 我带你去认识一下我的朋友吧 我的朋友吧 伟find 晚上 我带她过去一下 好 好漂亮啊 你今天才发现吗 那不能 阿张 张是新民体集团的张总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师傅 小时光的苏世宇 账号叫豪宇之师姐 对对对 好 远远 你能那么喜欢我 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 慢点 明卫 你不是向来不喜欢这样的场合吗 今天怎么原来的 人都是会变的呀 留恋红尘呢 不修行哪 我还以为你会在外地待一段时间 看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过得挺开心啊 是不是罢不得我别回来了 你在不在 也不影响我心情了 那我就挺好奇的 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来参加呢 幸福 快乐 还是什么呀 我现在不想跟你争执 事情过去那么久了 我们能不能朝前看 别那么支柱了呀 你是觉得 你现在上了山 种着自以为是的茶 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地点 俯瞰我 我承认 你之前是咱们家的天才 但是现在 家没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 你过得不要太好 如果你非要这样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不管发生什么 怎么还争吵 这不可逆的血缘关系啊 舅舅 我永远希望你好 你希望我好 不觉得你很虚伪 对不起 我这个真是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典礼现场 下面我宣布 第三届新药网红盛典 颁奖典礼 正式开始 开始 下面我们来公布 本届最受大众欢迎奖 本次获得提名的有 春花花与牛芳芳 香香色评 老张爱生活 吃嗨玩乐一条街 小马小跳的幸福生活 本次最受大众欢迎奖的 获得者是 春花花与牛芳芳 有请两位一步抬前 请问两位获子殊荣 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听说 你这个奖有二十万奖金 是真的 是真的 您这一上来就关注重点 是的 这二十万块钱 我想捐给三七慈善基金会 因为之前 我也受到过这个基金会的帮助 现在我能挣钱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 得继续让这个基金会延续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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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这儿上去干嘛呀 我这儿 让你看 是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三七基金会的主理人 我叫金星辰 首先非常感谢 二位博主对基金会的捐赠 谢谢 三七基金会呢 是由我的亲姐姐 靳岳女士创办的 当初创办这个基金会的宗旨是 帮扶小庆村 但是今天 有件事情我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 靳岳女士 也就是三七基金会的创办人 我的姐姐 黎世 在她过世之后 基金会经营不善 所以 今天我决定 在基金会 捐出今天最后一笔资金之后 将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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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这董事会的决议吗 靳总 请问在基金会运营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经营不善意 李老师的敬老运营 是这个基金会在扶持吗 对 人员的内部调动或者是调整 请问靳总 基金会的运营 到底出现什么困难呢 这个应该属于我们 公司的内部事务 你无权干涉 可这不仅是公司的事务吧 这还关系到许多 需要基金会扶持的居民 三七基金会 是我妈靳岳女士生前所创办的 我会让她继续运营下去 以后基金会产生的所有费用 由我来承担 所有的扶贫项目也会继续运转 只要有我在 它就不可能散 林卫先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破产了 我很好奇 你怎么去经营 既然是慈善事业 那便 不用拘泥于形式吧 三七基金会的相关手续 在上个月已经落实了 应用程序马上可以上线 三七基金会 以后会面向社会 来自民众 也回报民众 变成一个慈善平台 好 请问林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 将三七基金会做成APP的想法 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以后 就是您身边这位 他不是好与知识节奏的博主吗 林先生 听说你们也限制消费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APP后期运营情况可以说一下吗 这些细节日后会公布 基金臣 来 为什么要解散基金会 基金会是多好的一个事 能够帮助了多少人 为什么要去解散它 我也不想 三七基金会 你知道三七代表什么吗 三月七号 三月七号 我解生人 我知道 我在你们所有人心里面 是一个自私 冷漠 无耻 甚至为了达到所有的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的一个人 但我以前这样吗 我看了 林卫 全家的宝 他打小的时候 我姐就 爱护他 呵护他培养他 送他出国流血 希望他血有所成之后 回来成为家里面的定量处 可他怎么做 我姐当年那么不容易 他其实是要抬一抬手就可以做的 你们说我自私 我冷漠 但是在我心里面 他才是那个最自私最冷漠的人 我姐在临死的时候 都还在替他着想 也许在我姐心里面 已经原谅他 但是在我这儿 但是在我这儿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苏苏姐 我真替你遗憾呢 以为找了个富二代 结果是个富二代 我倒也能理解 每只山鸡呢 都想变成凤凰 不过呀 凤凰没当成 还是落入了山鸡窝呀 其实能不能当凤凰的 主要是看自己孽牌 那你可得好好努力 才能追上我 我干吗要追上你啊 我对你又没兴趣 不过我确实要好好努力 才能让你望尘莫迹 那你要先拿到这个再说 要不然早点回家睡觉 公里 讲被拉网啊 你当心会掉 theology 人在那儿 快过去 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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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现在是有关山吗 当然 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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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进宫吗 怎么还帮着凌卫跟苏世宜撤退啊 你呢 你刚才不也帮忙的吗 我早就退出了 木槿 我脚太疼了 把鞋脱了 我背你 没有 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很累 但我还是希望这条路 可以长一点 人生 本来就是一条 又黑六长的道路 但是和你在一起 再黑再长回复他 走 幸福是一句抽签 等那些从前三成碎片 割破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看见痛楚涌现 模糊了伤口边缘 爱过的人还在眉间 故事一张几世故的脸 老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竟然泪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有遗憾苦心昨天 反缺的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沾上今天的怀念 写成一句亏欠 到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竟然泪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有遗憾苦心昨天 反缺的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沾上今天的怀念 欺负一句亏欠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